字幕- 李宗盛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貧窮兒童參加功課輔導及課外活動情況的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有超過五成的受訪兒童表示 因為經濟問題無法應付功課輔導班 以及課外活動的開支 這個調查是講到補習 我沒有補習就糟糕了 那些年輕人就糟糕了 全部都不懂得了 上課那些 不懂得做功課 不懂得考試 什麼都不懂了 那麼你學校教了他們什麼呢? 那麼不如不要上學了 只是補習就算了 是啊 學校也沒用的 講說叫你批錢去 給他出去補習 這件事情很笨 那麼你給他錢 讓他去讀多些書 那麼你直接給學校嘛 增加他教育的資源嘛 你沒理由給錢 你不如出去跟著那些名師補習 是啊 因為那些名師呢 就會他可以 提提提提比較準確 總之基本上 你學校等等 你不改變這些制度的話 你說的所有這些都是無謂的 那麼你那些錢就不如去 改變學校制度 小班教學 那麼不要搞到現在這樣的小朋友 是補習原來是一個必要來的 興趣班也是一個必要來的 什麼東西都是必要來的 香港的小朋友真的很慘